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妈妈兜兜骑 骑到咖咖鸡 麻辣肉啊 上板鸭呀 萝卜粉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影儿的苗董新课堂 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土地贫矿 乌舍俨然 有良田美池 桑竹之暑 千莫交通 鸡犬相闻 大家一定背诵过这篇文章 就是陶渊明的《桃花园记》 而这个故事的背景呢 就发生在我的家乡大常德 没错 今天呢就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的家乡 充满豆腾美丽的湖南常德 天下为夕 常德不离 常德在湖南省北部 史称川前咽喉 云贵门户 是长江经济带环洞亭湖 生态经济圈的重要城市 而且常德还是一个充满浪漫气息的城市 刘海砍桥 梦江女枯长城 以及我刚刚说的《桃花园记》呢 都是出自于这里 浪漫主义情节贯穿了常德城 两千多年的历史 开创了常德独有的善德文化 常德呢位于洞庭湖畔 武林山下 近邻世界著名风景区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特殊的地理位置 让常德有着山清水美的自然风光 这里有国家寺A级 明圣风景区 桃花园 千年佛教 圣地夹山寺 湖南屋脊 湖平山 还有再入吉尼斯记录的 中国常德市墙 另外常德最美的就是春天和秋天 每年的春季还有桃花节哦 所以小伙伴们现在就可以 把去常德文的计划提上日程了 妈妈兜兜骑 骑到嘎嘎提 嘎嘎不杀我我就不过火 嘎嘎不打单我就不欺凡 嘎嘎不杀鸡我就不回一天 这段顺口溜大家都听懂了吗 常德算在南方 但常德方言却是北方方言 为什么呢 这就从很久很久以前说起了 秦汉以来历朝历代 不断有北方居民南迁 到了常德呢 非但没有被本地的语言同化 反而对本地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于是常德画和北方画就有了这亲缘关系吧 我想这也是十分奇妙的缘分 听完我对家乡的介绍 有没有对常德更加了解呢 那就快来我们大常德玩吧 关注百度百科苗董新课堂 让复杂的知识更简单 我是尹儿我在这里等你哦 上百度百科搜索 常德观看完整视频 关注苗董新课堂的微博 还有更多精彩花絮和签名周边等着你哦 我觉得就是感觉好吃吧 吃得苦耐得劳 霸得蛮麻得胆 霸蛮就是什么事情就是别人说做不到 他觉得一定能做到他就会实际上的做